大家好 现在的天气非常的热 三十七八度 所以说我现在都在这个暑地上乘凉 那个街道上都不敢去主动一下 非常非常的远乐 今天就谈一个话题 就是有关逢地产烂尾 有关断供断代的 我的视频的话自 跑一来 前几年开始都是跑了非常多的 有关烂尾楼的视频 可以说我的频道的话 就是靠烂尾楼起家的 是吧 我对烂尾楼的话非常的熟悉 就是以前没有做自媒体的时候的话 我也是烂尾楼里面的常客 因为我一直流浪嘛 那个以前没有做自媒体的时候的话 很早以前的话 也是捡破烂啊 收费病啊 那烂尾楼都是我的家嘛 所以我对烂尾楼非常的熟悉 烂尾楼非常非常的多 没有烂尾楼的那些城市非常的少 是吧 有是有是吧 绝大部分城市的话 它或多或少都有烂尾楼 是吧 就就随便一个小县城的话 去转一圈的话 都可以看到 好几村有烂尾楼 就是它烂尾楼盘 有大有小嘛 是吧 呃 那有些烂尾楼盘的话是非常大的 像很大的 它的烂尾楼盘就非常的大嘛 是吧 还有以前我在广东 铺的那些漫山遍野都是 都是烂尾楼 也不知道是什么烂尾楼盘 呃 那么今天谈一下 就是说 呃 烂尾楼烂尾的原因的话 是非常多的是吧 就是它 它这个烂尾楼为什么会烂尾呢 主要是由 归纳起来就这么 两两三种原因 一个就是 被动烂尾 一个就是主动烂尾 其实归纳起来就这两两两种 什么叫做被动烂尾呢 有时候开发商 资金链断裂 呃 对市场的评估不走 呃 房子不好卖 是吧 卖不出去 这这都都有会导致烂尾 所以说被称之为被动烂尾 也就是开发商他 不想烂尾的 但是没有办法 资金链断裂了 房子卖不出去啊 没钱了是吧 就是被动烂尾 还以为种的 就是主动烂尾 呃 什么叫主动烂尾 那人家记得很奇怪 他说你建房子建的 为什么要主动把它烂尾呢 这种情况可以说非常的多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有些开发商他建房子的 呃 他那个 呃 可能一开始他就没有想着 要把房子建好 房子仅仅是他拿了一种套现的工具 是吧 所以就很多建的房子的话 他一逢都卖啊 呃 还有就是 呃 多次抵押 这样的情况啊 那到了最后房子没有建好 他就跑漏了 是吧 这种情况是 以前的话 在网路上经常曝光的 比如说某个开发商啊 减捆跑了 拿那个 业主啊 马拉的房子啊 发现啊 既然好几个人的 你想一想 也就是说我去买了这一套房子 结果另外还有好几个业主 也买了这一套房子的 是吧 这叫做一房都卖嘛 还有就是 多次抵押嘛 比如说房子压 把它抵押给银行的话 他有可能 又抵押给什么 大款公司啊 什么之类 成了这种多次抵押嘛 是吧 像这样的房子的话 他是主动烂尾的 他一开始就没有想着要建好 目的就是套款嘛 跑路嘛 是吧 所以说买房子都要坑啊 非常的深啊 一不小心的话 你可能 你就漏坑了 是吧 那么如果万一买到烂尾炉的话 怎么办呢 是吧 一般一夜走买房子 没人希望自己买到烂尾炉 是吧 是吧 都是一不小心买到烂尾炉 如果买到烂尾炉的话 根据我的经验的话 就几下几个步骤 你看一下我今天视频的标题 你看一下 是不是买到烂尾炉 怎么办 是不是 那个及时止爽很重要 及时止爽 比如说你买到烂尾炉的话 首先的话 就是一夜走自己要团结起来 跟开发商 去协商 还有就是找那些政府部门啊 租建部呢 这些专门管房地产的 是吧 向他们那个进行求援 协商 是吧 因为一个城市 你出现烂尾炉的话 政府的话 它肯定有责任的嘛 是吧 监管不到位嘛 是吧 如果是你这样子去找政府部门 去协商也没有用 找开发商也没有用 是吧 你开发商它是烂尾楼了 它建不起来了 它就是老赖 是吧 也就是说你的房子变成死楼了 已经没有 已经没有进行复活的机会了 如果你的房子有机会复活 当地的政府部门的话 它一般它有解决方案 什么叫解决方案 比如说你发现 你的楼盘 这一大片的楼盘要烂尾了 你可以即使的申请那个 茶餐保险嘛 也就是说 进行申请茶餐保险的话 就是 不允许开发商房子再卖下去了 比如说你这边有一千套房子是吧 它卖掉了700套 还有300套没有卖的 也没有低压出去的 你就可以申请茶餐保险的话 拿着300套房子的话 在后续的话 当地的政府部门 有关部门就把300套房子卖了之后 就可以把这个烂尾楼盘就有资金 重新把它复活 是吧 假如你这个一大片的房子 一千套房子 全部都是卖出去了的是吧 那房子烂尾了 那它就会变成一个死楼 也就是那个烂尾楼是变成死楼 它是无法复活的 也就是说为什么有些地方的烂尾楼的话 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它都是烂尾楼呢 是吧 它都一直都没人接盘呢 因为它无法复活了 已经没有 可疑价值来进行挖掘 来帮助你把这个楼盘 烂尾楼重新建好复活 是吧 所以移到这种情况的话 就我标题讲的 就是要及时止损 就现在网络上炒的 网络上现在很火的 就是这个叫做集体停贷 是吧 集体停贷的话 可以说是一个很明智的现实 是吧 如果你的楼盘并不是暂时停工 暂时停工可以等一等 它们遥遥无奇 你没什么希望的 人呢 访担的是吧 那本身银行它就是有责任的嘛 是吧 监管不到位嘛 当地政府有责任 银行有责任 是吧 为什么说银行有责任呢 因为你买房子的话 就是 呃 你的房款的话 是银行是没有把 把你贷款的房管是给业主的 是吧 如果银行你去银行贷款 房子按揭 银行把钱打给你业主 那银行就没有任何的责任 是吧 你房子烂尾了以后 没有脑袋以后 你也要荒诞 银行并没有把贷款的钱给业主 比如说你贷款了100万 100万的话 还是在银行那边 银行要把钱打入那个 安全重负上去 也就是有个监管重负 这个监管重负的话 是 是那个开发的时候 是拿不出钱来的 是要根据银行 开工的进度 比如说你做好了地基 银行又会剥一部分款 比如说剥百分之几 你做好第一层 第二层 第三层 银行又可能不换 百分之十 百分之二十 也大换了100万 他可能不换20万 30万 给那个开发商 比如说你封顶了 好像是封顶了 对吧 就是百分之百都是 全部把大款都剥给 那个开发商嘛 是吧 所以银行是有责任的 是吧 别银行 别银行屁股一泡 哎 跟我无关 是你 你跟那个 逢地产生的 关系 其实这个是非常错误的 逢子跟商品买卖 不会用的 是吧 既然是跟逢地产生的关系 那为什么大款呢 是你全部直接打开 打开业主呢 对吧 你为什么银行 银行一分钱都没有给业主 是吧 但是就公子我说的 如果你的烂尾楼盘的话 武力回天 它没有剩余价值了的话 是不可能有人给你接盘的 当地政府不可能自己 掏腰包 给你烂尾楼盘 楼盘补上去嘛 不可能的 所有的烂尾楼盘 后面复活的 都因为它自身的烂尾楼盘 还有剩余价值 拿当地部门帮忙解决掉的 并不是当地政府部门帮你掏钱 它不会掏一分钱的 这个我非常清楚 因为我对烂尾楼非常了解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烂尾楼盘 到最后它能够解决 但是有些烂尾楼盘 为什么十年二十年都无法解决 是吧 还有很多业主啊 不是交贷款啊 贷款都交了十多年了 你说逢是在那边烂尾 最后都要住进烂尾楼里面去 住进烂尾楼里面去的非常的多啊 没水没电 没冲覆没门 你说 我这个都不知道怎么够 所以我今天就是讲一下 就是买到烂尾楼怎么办呢 就是供照我讲的几个步骤 是吧 找开开发商协商 找当地主管部门 图售 要求帮忙解决 是吧 对吧 这样子你去找他的话 他也不会显得是懒症嘛 是吧 比较积极 如果确实没有办法 无力回天了的话 就要及时止算 是吧 因为这个东西的话 哪一行都是这样 你做生意的话 也是有赔有赚嘛 是吧 你那个 就好不像好不像你去买东西 是吧 买东西的话 你打了手款 比如说你向人家订货的话 是吧 你订了100万的货 然后你给了20万订金给他 那人家后面的话 他货没有发过来怎么办 你总不可能80万又打过去嘛 是吧 这叫做及时止算嘛 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是吧 20万订金 没了就没了 那你是不是看着自己腰包里面 还没有偷出去的80万 所以你总不可能人家货没有给你 你80万也要给人家 是吧 但是缝纸又不是这么简单的 那个80万根本都不在业主的身上 是在银行那边 对吧 因为天气太热 今天就讲一下这个事情 是啊 这个的话 今天讲的这个话 纯属我个人的观点 是啊 谢谢大家